滑輪運動 競速溜冰 近年在國際賽成績亮眼 不得不提的頭號人物 就是楊和珍 他在2017台北市大運 黃嫂五面金牌 同時也是2018亞加達亞運的 銅牌得主 但也正是上屆留下了遺憾 沒能達成金牌目標 所以引發他內心深處 源源不絕的精神 來備戰杭州亞運 生亞就只差亞運這面金牌 那因為本來是上一屆亞運 就想要退 但因為上一屆也有傷在身 所以沒有順利的達到自己的目標 就覺得很不真實 我的第一次亞運會就這樣結束了 那那時候就告訴自己 我要再拚下一屆亞運 雖然這幾年的楊和珍 看似瘋光 但運動員背後不為人知的 就是大大小小的傷勢 事實上二零二一的試錦賽 楊和珍摘下二金一銅的同時 也因為在過程中跟對手意外撞傷 導致左手腕骨折 更沒有料到 因為這次的傷 年代影響身體其他部位受損 開始了與傷共存的辛苦日常 在那一次的摔傷當中 其實應該已經傷到神經了 那他自己可能就是鬥志比較高昂吧 堅持要去比完 然後後來手就被其他國家的選手 做到斷掉 那回來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他想說亞運也進了 可能身體的一些警訓 他沒有去注意到 我記得他開始恢復訓室三月 開始拉強度的時候 第一週還好 第二週他自己感覺到 他的身體怪怪的 到後來才發現 他的身體有半邊是沒感覺 真的很辛苦 因為受傷後 其實我一直也還在找回 之前的那個狀態 因為其實到現在 也還沒說恢復到完全百分之百 可以在廠商 就是真的很隨心所欲發揮的那種狀態 但就是教練一直陪在我旁邊 然後去幫助我 其實最重要是他之前已經不太穿溜冰鞋 在廠商溜 然後他是看到我受傷之後 動作一直跑掉 找不到以前的那個感覺 所以他又重新穿上溜冰鞋 然後去模擬動作 然後去找可能我為什麼會這樣溜 然後要怎麼去幫助我找回那個感覺 回首吳俊柱與楊和珍 師徒倆的相遇 從兩千年楊和珍還就讀 小學一年級就開始這段緣分 而邁入合作的第二十三年 烏種樹持續細心照料 讓楊和珍逐漸擺脫 傷勢困擾 在七月底訓練時 突破個人單圈最快急速 在高峰期的肅耐力更是進步翻倍 歷經了潮起潮落 如今三十歲的楊和珍 是本屆代表隊中最年長的選手 他深知溜冰生涯已經邁入尾身 只希望能盡力不留遺憾 亞運比完剛好接全運會 全運會比完接亞錦賽 那就十月底賽事就告一個段落 應該就會差不多宣布退役 其實我們感謝溜冰帶來的一切 就是可以跟同年齡的同學或是朋友 其實經歷的都比較不一樣 然後也可以去看看外面的視野 希望可以不留遺憾 然後好好享受在場上的感覺 我有跟家人說 這是我最後一年在場上 他們其實也都蠻捨不得的 會覺得他們看一場就少一場 就以後再也沒有機會 可以看我在場上拼命的那種樣子 對 所以告訴你就是享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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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